曲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大家 这么许多人 刚欧阳已经讲了七权 我们把他讲活一点 就是因为很多人也没做过七权 怎么回事 那么我们大致 看我能不能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七权它本身叫做option 台湾的话叫选择权 那么在香港 它一般的没有 它也叫集權 也叫選擇權 但是它和Warrant政策有點像 就是所謂大陸的權政 那麼這個是一個金融創新 為什麼會有金融創新呢 就是和前面幾位嘉賓講的情況都有關係 你想如果說是一個國家的話 那個叫做國家財政政策你決定不了 那美國人放債或者說越來越多 債務你解決不了 那麼美元免治你解決得了吧 你解決不了 那麼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算出來那個叫做是後兩年 股票跌了你能指得住嗎 指不住 你有什麼辦法 你把股票都賣了 你捨得吧 這些問題呢就是說不斷地有問題推出來 然後到了1973年的時候呢 這個金融創呢 就在我們那兒就成立了一個叫做席權交易所 它成立了這麼一個產品的目的呢 就是創造一個靈活性 讓投資人呢 機構和個人呢 都有辦法來慢慢地解決這些問題 那麼當然不能很完善的 但是它有一點可以解決 比方說吧 那麼我們說這個美元 美元如果說是60年代的時候是一塊錢 到現在是一毛錢 那麼你當然不可能把錢權存在手裡了 對吧 那麼你不能把錢權存在手裡 你總得投資吧 那麼你要投資的話 你到我來看 你80年代的時候 你那個道瓊的指數只不過是一千年而已 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一萬二 剛才說的對吧 你說的要到一千三五 那麼這個投資過程中呢 你看你投資股票 原來這個 這個現在的全世界啊 你說要這個資本市場 或者金融市場 或者說任何市場嘛 最大的一個特點是什麼 波動性 就是現在的金融形勢啊 和這個現在天氣一樣 沒有什麼就是春夏秋冬 四季分明 你講清楚 你說的要該漲了 它該跌了 它倒反而跌了 你說的要跌了 它倒反而漲了 那麼這些情況你怎麼對付呢 那麼這就是為什麼期權啊 你看這些圖表 就是期權為什麼 我們都七三年上市的時候 這個期權呢 張勢的時候 第一天交易只有911手合約 那今天呢 現在每天啊 光美國這個地方啊 一個地方 就每個一個國家 每天交易的期權 大概是一千五百萬手 到一千六百萬手 那麼每一手期權呢 如果都是股票期權的話 就代表一百個股票 那麼這樣的呢 就造成一個就是說 這裡面就說明它有需要 它的需要在什麼地方呢 在一個 我們這麼說吧 第一個呢 是在它有一定的槓桿力 那麼有一定的槓桿力呢 它可以做這種保險作用 那麼這個所謂 為什麼槓桿力有保險作用呢 你要如果說是 你現在手裡有了一百個股票 你想 你不想把它賣掉 但是你看 就算你算並算出來了 明年要跌 但是後年會漲回來 那麼你是願意把它賣掉以後呢 再買進來呢 承受這個交易費用還怎麼樣呢 你不願意 對吧 那麼你要保險 那麼保險你怎麼辦呢 你可以賣 你可以買看 期權啊 對吧 怎麼買 我們等會兒再說 那麼 在這個過程中 為什麼 就像房子買保險一樣的 你如果房子的保險 和你房子一樣貴的話 你這個房子就完全沒有意義了 對吧 你的保險就完全沒有意義了 你一百萬的房子 你花一百萬買保險 那你如果房子保險呢 只是一千塊呢 一百萬房子呢 人人都買 為什麼呢 誰都不知道 這房子明天會不會燒掉 那麼你這樣買呢 你至少保住你這一年的心平 你可以睡到吵吵叫吧 晚上 所以這個期權呢 它慢慢慢慢就說 這些靈活性呢 就滲透到人的這個運用當中去 現在啊 在那個叫做 美國 交易股票的人呢 學期權呢 現在是越來越多 那麼那個OIC啊 他們就說那個叫 芝加哥的 有個叫做期權教育協會吧 他們專門每年做五年做一次統計 現在是 做期權的人呢 五年就不斷地在增長 而且做期權的人呢 往往呢 期貨 就是說股票呢 也比一般不做期權的股票做得好 為什麼你期權的涉及到的 這個叫做損失啊 或者虧損槓 槓桿力大 所以呢 它做的研究呢 就比較深 我們 這是一個圖表啊 還有呢 就是說機構 那麼最近呢 那個叫做OIC也發表一個報告 現在啊 你反正 資產管理到超過五億美元之上的機構 有94%以上都在做期權 那麼這個叫做什麼 你他們資訊的個人呢 那麼 如果是在一百億到五百億 一億到五億之間的這個叫做管理資產 五億以上有94% 如果一億到五億之間的 他們有百分之七十幾 在做期權 就是說你管理資產越多呢 他就做期權做的越多 那麼個體的呢 現在就在討論 就他們的這個 因應者來說呢 就是說每年 大概有 凡是做股票的 他們問到 有百分之五十的人以上 願意要做期權 那麼大部分的期權呢 是一個 是一個教育問題 就是說 對這個事情 到底應該怎麼做 到底原理是什麼 基本特徵是什麼 那麼避險 避險 手段是什麼 或者說是需要注意什麼 這些方面都有欠缺 所以呢 我們在不斷地 就是三十年 我們有個期權學院 不斷地教育 這個叫做投資者 但是你看著 你也看著 每年這個期權教育量 你從這裡 你從那個教育量來看 這十幾年來呢 他每年是用這個叫做 雙位數在增長 美國全世界 如果說是你要是 期權了 我們在這個 因為我是也是負責動藥 那麼 你看亞洲 這個叫做 期權呢 在亞洲呢 這個地方呢 特別活躍 這有幾個道理 第一呢 是亞洲的交易人呢 就是亞洲人 交易的人 一般比較年輕 相對而言 第二呢 亞洲人數學比較好 這 我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因為期權多少 有一點計算 那麼 這幾個 第三呢 就是亞洲人呢 從這個孫子兵法開始呢 他比較喜歡講策略 那麼期權呢 是一個策略的交易 所謂策略什麼 交易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進去以前呢 你就已經知道 你的最大虧重點在什麼地方 你的最大盈利 可以在什麼地方 我們到下面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這是個 這些年來期權發展的這個叫做圖像 你可以期權是所有的資產當中呢 發展最快了一跳 那麼什麼是期權呢 這麼說吧 你發明期權的道理 就是說 並不是說把這個股票就賣給你 因為你股票是有價格的 對吧 股票是資產 你買的是一個股票是值多少錢 這張紙就值多少錢 因為它代表了一定的 這個公司的一個部分 因為股份 期貨本身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做期貨 就像李三全剛說的那個期貨 黃金期貨 期貨本身呢是沒有價值的 一分錢沒有 因為你這個不用任何成本 你就可以做期貨 它所謂交的保證金呢 只是說 所以說honest money 就說證明你將來可以有權利付出來了 所以這個本身呢是沒有錢的 沒有價格的 但期權呢 它本身呢是一種合約 我給你訂一種合約 這個合約就是剛剛歐陽說的 你這個在一定期間之間 在一定的期限之內呢 比方說我能用350塊錢 買那個蘋果股票 對吧 買100股 在9個月之內 任何這9個月之內 任何一天 不管你股票漲到哪 跌到哪裡 我都有權利用350塊錢 從你手裡買100股股票 你哪怕是掉到 你哪怕漲掉400塊錢一股 只要我有這所合約在手裡 我都有權利 從你賣其權人手裡 買下這100股股票的 350塊錢 如果漲到400塊錢 你就賺了50塊 對吧 這是一種合約 它合約和期貨 它這個合約呢 你要和股票來看 是一個區別在什麼地方 股票本身是一項資產 它這個合約呢 只是說我有權利買一項資產 但是它和期貨的區別在什麼地方 期權你有權利買一項資產 但是你不必非要買這個資產 你沒這個義務 期貨就不一樣 你如果比方說 我們剛剛李三軒說的這個 黃金期貨吧 如果你是買了一種黃金期貨 比方說是一個盎司 對吧 你1400塊 如果說你說 我在三個月之內 我要用1400 我有權利 用1400塊錢買 這一盎司的黃金 到了時候 三個月到期了 如果你沒有把這個合約賣掉 或者說你沒有 賣掉 合約還在你手裡 你就得接貨 你就得花1400塊錢 把黃金買下來 哪怕這個黃金 這時候只值1300塊錢 或者只值500塊錢 但是你有這個義務 一定要買下的 這叫權利和義務 結合這套合約 但是期權的合約在區別 在什麼地方呢 就我有這個權利 沒有這個義務 他們舉的最早的一句 《聖經》當中的那個 就是雅各布和拉賓的戀愛 他說那個例子 為什麼說這個 是個期權合約 他說雅各布走在田野上 看到拉賓 看到長得很漂亮 他也跟他結婚 他也接到跟他結婚 那時候 你必須真的父母同意嘛 他去找他父親 他父親跟他說 那不行 你要嫁給他了 你得有代價對不對 你給我工作七年 那麼打工七年 做我七年奴隸 那麼他說 可以啊 我給你做七年 但是呢 我也有顧慮 七年之內 他還變醜了呢 那七年之內 他嫁了 他還愛好別人呢 對吧 或者他殘廢了呢 那我不是就虧了嗎 我白說老公 還得接一個殘廢的 對吧 那麼他說 那麼我們就訂一個 類似今天我們說的 齊權合約 就是說我只有這個權利 七年打工打完以後 我不想要他 我可以不取 如果我繼續還在想取他 我就有權利把它去掉 就是我只有權利 沒有義務 那為了這個 只有權利沒有義務呢 你必須付一點錢 這是什麼錢呢 就是剛歐陽說的權利金 所以你齊貨交易當中 是沒有價格的 沒有權利金 這一說的 但齊權當中呢 就有權利金 這一說 因為你付了這個權利金呢 你在任何時候呢 你就只有這個義務 沒有這個權利 那麼 只有這個權利沒有這個義務 那麼這一點呢 就是一個合約的不同 那麼這也就是說 齊權為什麼給你一個 權利的問題 那麼這一點 他把權利和義務拨開來呢 這是最重要的齊權 為什麼一點呢 他這一點在這以上呢 他就可以讓你知道 你在買的時候 你的最大虧損是多少 對吧 因為我知道我在哪一點 我可以出去 我知道我可以在哪一點 賺錢了 那麼你可以知道 你在哪一點可以出場 那麼 因為這一點 分別開來的特點 就是說 1973年的時候 我們成立交易所的時候 於是巧合的時候 就有所謂叫做 Black Shoes的極權定價功率 有史以來到人類到今天為止 就是說真正能夠把風險 就是金融市場當中風險量化 用數學方法概略論計算出來的 只有一個公式 就是 齊權計算公式 至少它是開始的 後面都是從它發展起來的 可能李善軒他們有什麼新的發明 但是都是從這個他們就衍生出來 對啊 他可以把六個因素加進去以後 計算出我在這段時間的風險是什麼 那麼這個就圈置到什麼 你要計算這個東西呢 你就必須要有七 因為你不可能無限七的說 我一個股票這個風險有多長 是吧 那麼我就是說在九個月一個合約 那麼在九個月合約之內呢 我可以跟你 可以跟你 你說 對 就是說我可以跟你博弈吧 我認為九個月之內股票會漲 我認為九個月之內不會漲 那麼在這個九個月之內的這一段風險呢 它齊權呢 可以用齊權定理給它計算出來 就是說你知道這個 這個包括這個時間價值也在當中 就是說這個 這個齊權值多少錢 那麼你可以在 就是說就風險而進行量化 有了量化你就能花錢來買賣 所以這個呢也是齊權一個根本的一個 一個特點 那麼齊權是衍生品是什麼意思呢 世界上我們今天說的衍生品 我們大家都說金融衍生品 金融衍生品 在到今天為止呢 在交易所交易的金融衍生品呢 基本上就是期貨和齊權 那麼齊權是衍生品是什麼意思呢 衍生品就是說 就是說我是在你這個上面 我只有這個權利買這個東西 我並不是真正把這個東西買下來 期貨也一樣 那你把它買回來幹什麼呢 我們舉個例子 就是說你等於是買一頭豬 就是說我做了合約 對吧 我們也回到豬的例子 我說你買一頭豬 我說市場上買了頭豬 我在這 我等於什麼呢 我跟賣豬給我的人簽個協議 這頭豬在我家裡養九個月 我簽回家那是五百斤 我還給你的時候還是五百斤 這就是一個就是合約 對吧 我跟你一斤是多少錢 不管怎麼說 那麼你買了簽回家去幹什麼呢 你簽回家就是 你就是看準了 在這九個月當中 這五百斤的豬會 你買 我們說是買看哪 這五百塊錢 五百斤的豬呢 會漲到五百五十斤 你如果說漲到五百五十斤 剩下五十斤誰的呢 是你的了 對吧 如果說這個豬一簽回家了 這個豬 掉到四百五十斤了 這五十斤誰得賠呢 你得掏錢出來賠給 賣給 跟你簽合約的這個人 但是豬你還得還給他 就是說你這個買 買期貨 就是說你做這個衍生品合約 你一定要想住的 就是說這個 第一是你要記住 期就像郭陽剛說的 它有時間 有時間 局限 第二呢 你這個期你要到期之後 你要不出手的 它會自動給你履約的 或者你就自動就沒有價值的 因為每過一天 時間價值就少一點 那麼如果說你即使賺錢了 你不想走 它也會強迫你出來 那麼在 中在 一般做期貨和期權人呢 很大一個就是缺陷 就是說一開始呢 很大毛病 就是忘記了期 因為你沒有這個期的概念呢 你大部分做期權人 把它當股票做了 那你忘記輸得很慘 就是說因為你不知道 這裡面的概率 不知道價值在這個叫做 就像我們說大陸 現在不是說權政鬧得很厲害嗎 就是說權政很多人鬧帥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很多做權政其實是期權 一種類似的產品 很相像的一個產品 那麼它為什麼說是 為什麼人家會鬧事呢 就是它買期權的時候 它就等於說 我實際上買股票的買進來 從來沒想到這個到期這一說 那麼到了到期這一天呢 你手裡期權的全部做廢掉 那你手裡就是一分錢沒 那麼這個呢 就是概念上要搞清楚呢 大部分做期貨期權人呢 95%以上呢 在這個期貨到期以前呢 都是出手的 就像我剛說 為什麼你要買進來以後 要買出手 因為除了你想通過期權買股票 這樣人是有的 我們後面講到 就是說它確實是有人 比方說個大機構 對吧 我看今天 我看 我比方說我們是個退休基金 我知道我這筆退休基金 在我今年15 我這個月15號 我會有一大筆錢進來 那麼在一大筆錢進來以前呢 我今天看今天股票很便宜 我比方說Apple現在只有340 我估計它到15號會有360 那麼我到340的時候呢 我想把今天給買下來 那麼我又沒這個錢怎麼辦呢 我只有兩個 那我就可以用五分之一的錢 就是說是2%保值金 我用五分之一的錢 我就可以把這個 這個我算要買的股票全買下來 那麼到了那天呢 我把期貨賣 期權賣掉 然後我再把股票買進來 就用這種辦法呢 買股票是有的 但是大部分情況 你買股票賣期權呢 並不是等於買股票 就只是一個買股票的權利而已 那麼至於這個買股票的權利 裡面產生的價格差異呢 是你真正想要賺的錢 就是說你不是想賺這個股票 期權呢 觀點啦 為什麼期權現在這麼活躍呢 期權有一點 就除了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期權呢 它一個是可以避險的吧 中國人叫套保 還有一個就是槓桿利 槓桿利為什麼現在 我就說個體來做的越多 如果說你並不是想買這個股票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並不是想買股票 但是你對這個股票看好 你用看場期權 我們就說看場期權最簡單 你用看場期權的話 你只要花五分之一的錢 你就可以得到同樣的利益 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很多個體戶也在裡面做 你看有了期權以後呢 它有很多可以用選擇 期權為什麼我們說是策略選擇呢 因為期權你的入場資能 你就知道可以知道你的最大虧損是多少 所以你完全可以知道 你這個叫做制定一些策略 這樣策略你和其他叫做什麼策略同用 一起用 你可以知道你的到底出發點在哪裡 那你如果說是沒有期權 你如果說沒有期權的話 這個市場當中 因為期貨基本上也是看方向的 你只有這個方向性 對吧 那麼到了有了期權以後呢 這個橫軸呢是股票價格 數軸呢是盈利 就是說你有不同的這種期權 這個不同的策略 這是最常用的幾個策略 那麼這些策略呢 你可以在入場以前 你就可以在開始交易 這一點我回過來講一點 就是你要期權交易呢 一定要看去 一定要學會用繪畫 就是說看圖像 因為你在入場以前呢 你完全可以看圖像 在股票價格在什麼價位上面 你的虧損是多少 你的盈利是多少 你就一目兩人就可以知道 進入場以前你就知道 這是個用英文寫的 因為我怕中文翻譯 和英文的書籍有點不一樣 那麼這麼回過來 我們就講期權 我已經到期了 總而言之吧 就是期權它比較活 比較有變量嘛 就比較活 因為它可以把 它有看跌看漲 它可以有那個叫做 權利和義務的分割 那麼這樣子起來呢 你可以做保險 也可以做投機對吧 那麼而且呢 經過三十幾年的交易呢 這個有一些期權策略呢 就非常通用的 就是誰可以做的 就像我剛剛展的圖像一樣 你進去預先你就知道 那麼這裡有一個策略 最簡單的策略例子 就是說我們大家現在很用的 在這個策略的 這個是一個叫Cover Call Cover Call呢 在那個叫 也叫Buy Right 這個Buy Right呢 在這個策略的管理下呢 現在全美國大概有20個Billion 就是200億美元的資金 是在這個策略的管理下 這個策略的基本前提什麼呢 就是我買一個 買一個股票 我喜歡搜索利用股票 但是我股票 我又想一直吃下去的 但是我看這個市場 現在不走 就是說市場微微看好 就是可能看多 但是沒有上下波動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你可以賣極權 那麼賣極權什麼道理呢 你可以賺它的權利金 那麼因為你有權利金收入嘛 你賣了一塊7.5元 上來收入 如果股市不多 你這一塊7.5元 就全是你賺了 如果股市跌了呢 你會相應的有一些虧損 但是如果股票漲了呢 你就兩頭賺 所以用這個策略呢 在跑呢 就是說但是它上頭是有上限的 反正這個PPT也在那裡 這基本上是一個圖像嘛 我們在CPOE有一個網站 是中文網站 那麼這個基本策略 基本概念 基本交易都在上面有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中國呢 也翻過一些書 這幾本是現在國內賣的很紅的書 好不好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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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